今天就在淡水 我剛才發現了一個很隱蔽的cafe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去介紹一下這個cafe 這間cafe它的佈置很簡單 很復古 裡面很寧靜 有一些復古的相機 還有一些小的相片的展覽 看著兩隻懶洋洋的小貓 牠們很寫意 兩隻貓咪牠們都會在周圍走來走去 和取暖的 裡面的咖啡也是很好喝的 咖啡店裡面營造的氣氛和音樂 都令人覺得很舒服 很容易就慢下來 就讓我們一起感受一下這裡的氣氛 這間cafe的對象都是一些很崇尚安靜 很想遠離煩固的人 除了有很好喝的咖啡之外 裡面也有一個書櫃 有手帳類型的書 有藝術 有哲學 有哲學 有旅行 來到的人 有些都會在這裡留言 說回他們多謝老闆的一些說話 店裡面也有一些手帳的用品 例如紙膠帶和印章 被人在裡面整個手帳的 如果你都喜歡這樣的cafe 喜歡看一些藝術作品 安靜下來 可以享受下一個獨處的空間 但如果你們會去的話 記得珍惜這樣的安靜 不要破壞這種寧靜的氣氛 阿姨 阿姨